打开MVPL城市开发平台后 在服务元件区块找到Lego有关的元件 接着我们拉出Lego NXT Brick V2服务元件到Diagram程式编辑区块中 在属性栏位中设定Brick的初始状态 选择Set Initial Configuration并设定Serial Port连接物参数 连接部选择4 接着从服务元件中拉出Lego NXT Live Sensor V2 也就是光感应器 接着在属性栏位中设定初始状态 我们必须选择控制光感应器的Brick 以及光感应器的连接部 在这里我们使用4号连接部Sensor4 接着从基本元件栏位拉出Calculate运算元件 Calculate元件可以用来计算 由Lite Sensor的通知输出端连接至Calculate元件 在关联选项中 我们选择左边From Analog Sensor Update 右边To Calculate 意思是由光感应器得到的数值将会传送到Calculate元件中 接着于Calculate元件中输入Role Measurement除以100.0 意思是由光感应器得到的数值在Calculate元件中除以100 这是因为我们要把量测到的光强度转换成马达的转动速度 而光感应器测得的数值是从0到100 而马达的电力则是由1到-1 因此必须除以100才能转换成马达电力的范围 接着从服务元件中拉出Lego NXT Motor V2元件 也就是乐高马达 同样的我们在属性栏位中设定初始状态 选择控制的Brick与马达的连接部Motor Port 在这里我们使用Motor A 连接Calculate元件与马达元件 在关联选项中选择左边From Calculated Result 右边To Set Motor Power 点选OK后 在Target Power栏位中选择Value 意思是用计算得到的结果来设定马达的电力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光感应器上面的灯泡 从基本元件栏位中拉出Data元件 接着从服务元件栏位中拉出Lego NXT Light Sensor V2 并选择与原本的光感应器相同 在Data元件中输入True 并在资料类型Type选择布偶 布铃类型 接着连接Data元件与光感应器元件 在关系选项栏位中 选择左边From Data Value 右边To Spotlight Update 点选OK后 在ISON栏位中选择Value 意思是打开光感应器上面的灯泡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智慧型电风扇的程式编写 在新闻的选择 小歌看 感谢观看 在明镜与点点栏位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